我们来看怎么样写一个Java的Hello程式 用Eclipse本身就非常适合用来开发Java的程式 所以你就用Eclipse来写就好了 Eclipse它的设计其实原本就是用Java设计的 但是后来为了速度的关系 似乎有加一些C语言去加速之类的 那当我建立一个Java专案 他问你ProjectNet 那我这边呢假设就叫Hello 好那Java SE 1.6我觉得不用去改 那这些都不用去改 那要不要加到专案里面 我认为应该也是不用 好那就这样我把它建在这里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Java的专案已经出来 但是还没有程式哦 好接下来我New一个Class 这是必须的 Java是物件导向的 所以它New的时候都是一个类别 那至于什么是类别我们暂时还不提 那Package呢随便命名就好了 那不命名其实也是无所谓 不过我习惯用我的名字 那Name呢 Name就是你的那个类别的名称 那我就叫Hello吧 Hello OK那他会问你 你要不要建主程式哦 那你选要的话 他会帮你建一个主程式 因为我们这个程式应该要有主程式 所以就建 有些程式没有主程式的哦 所以你不需要每个程式都选要有主程式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程式嘛 对不对 那各位会看的 好像一开始就有这么多行程式嘛 其实都是注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Java的输出要用system.out 这一个类别 那至于什么是类别 就是A.V的点 那个前面的 要么就是套件 要么就是类别 那println 这是就好像C元的printf一样 或者是C sharp的console.lineline一样 那我印出Hello 那这是一个习惯 其实大部分的习惯是印出Hello World的啦 那但是 但是都可以啦 你反正只是要测试而已 那这时候呢 好了之后我就按这里 那请注意哦 是按这里 那不用键虚拟 因为我们现在所run的 是一个传统的Java程式 不是那个Android的程式 那你一run 下面就出来了 那这个结果会输出在这里 那这里叫做console 也就是它的命令列输出的地方 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程式只能够在Eclipse里面跑吗 那当然不是 就是这个程式在哪里 它就可以在哪里跑 那你看一下 它是在Hello SRC 在哪里呢 Android的code Hello SRC的这一个 那其实你可以用命令列变异它的 但是我们要先测试一下命令列在不在 Java的变异器叫Java C 那有 因为它有给你讯息就是有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它在C槽还D槽 C槽Android Code 所以我们去C槽的Android Code C槽 去Hello吧 再去 有点麻烦对不对 很深 那当然你自己写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用命令 你也不需要那么深 就放在根目录底下也可以 那这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专案是 Aclice帮你建出来的 所以它的结构比较复杂一点 它有按照完整的软体工程的结构 然后再设计这些资料脚 那你自己编译的时候不用那么复杂 你就打Java C OK 那这样就好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它编出一个.class 打Java Hello.class 好像不用加.class 哦 诶 诶 Java Hello.class吗 哦 有问题 来 看一下 Java Hello Hello 来 Java 然后呢 大概知道了 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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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Hello 点 来 这里的问题在这里 因为我们一个套件叫CCC 所以当我编出来的时候 它应该会在CCC 这个资料夹 对 那我看一下 Eclipse的资料夹 是怎么建构的 OK 那我建议啦 就是直接把程式弄出来 在Eclipse里面 反而你容易弄乱掉 我直接把程式弄出来 在这里键 但是呢 这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用套件 因为用套件会让你必须要设路径 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那我直接传到D 好 这里肯定有一个Hello点加吧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刚刚是因为Eclipse 我们有设套件路径 那这时候会造成 它其实必须要按照它的命名规则 去放这些路径才可以 那如果你没设套件路径的话 就没关系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 请各位先做几件事情 就跟我一样 第一个 先用Eclipse 键专案 写出一个Hello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把这个程式呢 放到 call到 比较简单的路径底下 然后不要设package 然后再用命令列编译一次 这样你对Java的编译环境 会比较熟悉一点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Java的程式怎么写 好 那 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